妳媽寶 妳為什麼要看我 我沒有看你 我沒有看我 我沒有看我 你剛好站在那邊 我是看那個 今天我們討論的到底是 文字到底是什麼解讀 妳很敏感的 妳感到不行 她很敏感是法寶媽 因為我很愛我兒子 但我兒子不是媽寶 大家都誤會 就是被妳叫的誤會 我每次都是誤會 她誤誤大臣獨立 有擔當 有腦袋 有智慧 對啊 對 她結婚這件事情 因為大臣現在人在泰國 在那邊對不對 開心 回來了嗎 畢業旅行 她去跟Sam老師那種不一樣 怎麼會這樣 Sam老師去 老師莫名城 然後跟後圍在那裡 Sam老師去畢業旅行 就是Sam老師去 有一些人會圍著欄杆在那裡 依附著欄杆 其實剛剛大家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那個背後的用意 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說像媽媽說什麼 而男生會覺得 其實男生在聽訊息 比較不會聽背後的動機 或者是說 懸外之音 或是暗示性的諷刺 男生就聽表面訊息 其實這樣也很好 表面是什麼 我就解讀是什麼 可是女生比較會去聽 那個背後的訊息 另外還有一個 有可能是投射 譬如說女生跟這個男朋友的媽媽 感情已經有點不太好 或感覺會害怕 所以她投射出來就會覺得 她說的都是覺得我不好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對 所以人有人的互潰的作用 對 妳覺得她一定不喜歡你了 對 所以她就會把媽媽 所有的話都會覺得 她講得好假 她沒有誇獎我 或是她的話裡面 帶著一點酸味 也是有可能的 好 第三種狀況是 男人的角度看 兄弟就是要互挺互衷 一定要的 但是女人覺得 只有壞事才找你 對 我老公就是這種人 搶父親 幫兄弟 不是 因為我覺得男生 如果說你真的 記取這個教訓 下次再碰到同樣的狀況 你就知道 這次我要收一點 但是到了下次 他還是這樣 照記 你知道我嫁給他20年 他是那一種 如果真的身上沒錢 他都會去跟別人借來 給這個兄弟 然後我每次是好人 我每次就會出來跟他講 可是他就會覺得說 你們女人為什麼這麼短視 好像看一個人 看一個人的人品 好像就是現在就決定了 但每一次到後來 我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就當用錢看清一個人 對 所以你為什麼每次 都要用錢看清一個人 你知道他有一個朋友 以前很困難的時候 常常 那時候我們也困難 常常就會三萬五萬的跟他掉 掉了之後也不還 然後這個朋友 後來到了一間新公司 為了讓公司的老闆對他 好像態度不錯 他也常常請我老公 去跟他老闆吃飯 讓他老闆知道說 原來他有這樣的一個朋友 然後老闆就會比較重視他 那就在那個人不好的時候 我老公一路這樣 後來這個男生這幾年慢慢好了 你知道他有時候就在我面講說 哪一邊的什麼飯店 什麼餐廳他很熟 然後有一次我們全家 就是要去中部玩 我老公就說 打電話請他幫忙訂一下 因為有時候暑假難訂 就打去之後 那個朋友就說 我幫你問問看好了 然後問了大概幾個鐘頭 就打給我老公說 暑假不好訂 我跟你講 其實你們台北旅行社也很方便 旅行社都有配合 之前幫他那麼多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怎麼樣訂到了嗎 我老公說沒有 他就說其實旅行社有配合的 搞不好房間拿得還比較好 我就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只是一個小事 不見得說你一定要幫我訂 但是以前 我老公幫你做了這麼多 你好歹盡力的幫我問問看 真的問不到 真的買了就算 只是訂一個小小飯店這種事 你都能夠推個一乾二淨 結果我老公就說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就是大概知道 他是怎樣就好了 對啊 男生 我覺得男生真的 人否變不下去 因為我一聽完這種叫 所以我覺得男生都有 一定男生都會有 人否說如果也是這樣 以前這樣 你在團體裡面會有這種 互相掩蓋 擋狼這種事情 倒還好 錢不會牽扯 不會 我們沒有牽扯到錢 可是我曾經跟我當兵的朋友 就那個時候他就 除了 退伍完了之後 他說他出了點狀況 他去賣那個 他很可憐 他是去夜市賣襪子 可是以前那個襪子上面 會有很多mark 對 所以只要是不同牌子 他可以一樣黑襪子 和不同的mark 對 然後就會有不同的牌子 很多牌子他就在賣 賣那種襪子 有一次被警察抓了 然後他被抓了以後 就說他因為賣仿帽牌子 這個就變成罪很重 他就仿帽 或是要判每個廠牌 廠牌 通通都要賠錢 幾十倍幾百倍的就好 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說 他要賠三十幾萬 他只是一個夜市在賣襪子 他說要賠三十幾萬 他那時候就打來給我說要借錢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跟我老婆講 那時候還是女朋友 我就說我要借朋友這筆錢 他說你神經病 他沒有其他的家人 他沒有家人可以照顧他 然後我就說沒有關係 他會打來給我 他一定就是有需要這個幫助 他可能覺得我們是藝人 可能會比較有錢可以周轉 周轉給他 你也不見得 會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擾 可是你解決他 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就打電話 跟我那朋友講說 我跟你講這三十幾萬 也是我湊來的 不過我先幫你擋一下 你有錢再還我沒關係 之後我就把錢給他了 但之後他就沒有再跟我聯絡了 完全就沒有再聯絡了 直到大概差不多 五六年前 我們有其中一個當兵的朋友 他要結婚了 所以他就邀請了很多很多 我們當兵的朋友 大家坐一桌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知道說 那一桌到底有誰 可以坐在一起 結果這個時候 那個朋友他就主動打來給我 對 他就說 仁甫 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欠你一筆錢 這筆錢我慢慢的還給你 這麼久才要開始還 可是他至少也記得 代表他意思 一直記得這件事情 再見面都好像沒這件事 對 然後他就說 仁甫 我這筆錢我慢慢還你 我說好 沒關係 你有多少錢 你就還我沒關係 然後他說那婚禮上 我在 你要看你要還我 我們明天要碰面 我說那你婚禮上 有多少錢再給我 他說好 就隔天婚禮他沒有出現 我就火了 我就想說你也太誇張 那麼多年 然後結果我們這樣好朋友 我也不是說跟你追錢 我從來沒有移動電話 可是你怎麼就突然間消失了 說明天要給我錢 然後你就消失 你就覺得怪 然後那個時候 對 落跑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點火 我就說算了 沒關係 這筆錢我就不要 這個朋友我就當作沒了 結果那個時候我就很氣 後來我就在Facebook上看到 是因為他的家人一直在生病 就是他其實是有這個心 可是他因為真的需要 所以他沒有辦法 所以我也覺得無所謂 可是我在想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去了解 人家背後的時候 你可能用自己的思維 你就會覺得這個人不好 不要... 他有苦難言 有苦難言 他沒有跟你說出來 所以了解了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我們男生 其實這樣子意氣幫助人家 是對的 可是我們是了解過後 才說不好的耶 對啊 老師這邊應該也可以分享一下 人生 施葬因為海派 常應該也碰到這種江湖舊跡 對吧 我想有 因為施葬都會告訴我說 這個朋友通財之欲 因為我是守財奴 我自己承認 我就是不喜歡借錢 所以前一陣子有一個我的朋友 是我的朋友 我小時候的朋友 30年沒聯絡 在臉書跟我聯絡上 對 沒想到他就開口跟我借錢了 我就跟我先生講 我30年 你住哪兒做什麼我都不知道 竟然敢跟我借錢 而且金額不小 結果我現在在旁邊聽一聽 以後就說 他會這樣緊急來找你 應該他真的有疾難吧 走投無路了 他就跟我說我要學習長大 對 這真好理性 解了 上海那次喊 還款日期 還款日期到了嗎 還款日期到了 上海那一次錄影 我不是心神不寧嗎 對 因為那天支票到期 對 尷尬嗎 我就覺得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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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